若望默示录第二章 你给恶辅所教会的天使写 那右手握着七颗星 而在那七盏金灯台当中行走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你的苦劳和你的奸忍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忍 并且你也曾查验出 那些自称为宗徒而实非宗徒的人 发现他们是撒谎的人 也知道你有坚韧 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 而毫不厌倦 可是我有反对你的一条 就是你抛弃了你起初的爱德 所以你该回想 你是从哪里跌下的 你该悔改 行先前所行的事 若你不悔改 我就要临于你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不过你有一条 就是你恼恨了尼克老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恼恨的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 胜利的 我要把天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实 赐给他吃 你给斯米纳教会的天使邪 那身为原始和终末 曾死过而复生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 其实你是富足的 也知道你由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 受的诽谤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而是撒旦的贵重 不要怕你要受的苦 看 魔鬼要把你们中的一些人投在尖里 叫你们受试探 你们要遭受困难十天之久 你应当忠信致死 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划冠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 胜利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 你给培尔加摩教会的天使邪 那持有双刃利剑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 在那里有撒旦的宝座 当我忠信的见证 安提帕在你们中间 即在撒旦居住的地方 被杀的时日 你仍坚持了我的名字 从未否认对我的信仰 可是 我有反对你的几条 就是 在你们那里 你容忍了一些 坚持巴郎教训的人 巴郎曾教巴拉克 在以色列子民前 安放了绊脚石 叫他们吃鸡肉 行邪淫 同样 你也容忍了一些 坚持尼克劳党人教训的人 所以 你应当悔改 不然 我就要迅速临于你 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 有耳朵的 您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圣力的 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纳 也要赐给他一块 刻有新名号的白石 除领导人 除领寿的人外 谁也不认得 这名号 你给提亚提拉教会的 天使写 那位眼睛有如火焰 双脚有如光铜的 天主子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你的爱德 信德 服务和坚忍 也知道你末后的作为 比先前的更多 可是 我有反对你的一条 就是你曾容许 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 伊泽贝尔 教训我的仆人 并引诱他们行邪淫 吃鸡肉 我原给了他悔改的时间 可是 他不肯悔改自己的淫行 看 我要把他投在病床上 并且把那些 与他行邪淫的人 若他们对他的恶行 不予以悔改 也投到重大的困苦中 并将他的子女 置于死地 这样 各教会都知道 我是洞察人心 和肺腑的主 并且 我要按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每一个人 至于你们其余的提亚提拉人 凡不随从这种教训 不认识那所谓撒旦奥义的人 我对你们说 我不再把别的重担 加在你们身上 可是你们应该坚持已有的 直到我来 胜利的 并且到最末 坚守我事业的人 我必赐给他 治理万民的权柄 他将用铁杖管辖他们 有如打碎瓦器 正如我由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还要赐给他 那颗陈星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我还要赐给他